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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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段经文 九首祭颂 第一首是教导我们要清津善知识 要以大慈悲心 为一切众生 这个才是众生无边是原度的真实的基础 如果不能够清津善友 不能够学习善法 慈悲立身的悉悲立身的乐形不足 那个菩提心就不是真的 往后 往后 祭送里面所说的种种种修行的原理原则 我们如何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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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么呢 究竟圆满的乐实 这经上说得很清楚 这经上说得很清楚 出地上的菩萨了 可是清良说得很好 清良所说的根据佛所讲的 果然是大道心众生 虽然在初学的时候 也能够学习 菩萨圆满的法轮 这个地方讲的是五等一切法 不是不能修啊 这个修学都一定要想得 同一个空 跟菩萨所学的空不相同 内容境界不一样 菩萨我们在此地看到 地上菩萨了 从出地到身地 他修什么呢 修圣波罗米 不识持戒 忍辱精进 修这些啊 我们今天初发心啊 还是修的这些 你看 从初发心到等觉 没有离开这十个科目 这十个科目 里面的境界 就像前面所说的 无量等查诚 查诚是世界海未成所 我们修学 学的很肤浅 但是 要紧的呢 要真实 逐渐逐渐 逐渐逐渐向上提升 我们的期望 实在讲 并不太高 希望能如原教大臣之门 像上学一样 我们希望啊 上小学一年级 目标定在这个地方啊 华严经所讲的 是性位的菩萨 粗性 可不要小看着粗性 前面我们读过 粗性菩萨就有净土了 以粗性菩萨的 这个资格 念佛求生建土 生大建土呢 还是粗性位菩萨 但是 他的受用啊 那就不可思议了 受用 我们在 往生经里面 多苦 往生经 就是净土的经典 古人呢 是专职 三经一论 通称为 往生经啊 往生经里面 告诉我们 纵然是凡胜 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 各位要晓得 如果你要是真正 在 这个世界 我们这一生当中 能够修到 原教 出性位的菩萨 念佛往生 不再凡胜 同居土 在哪里呢 最低限度的是 方便 有余土 西方世界 司徒 你就 升了 一个等级了 这个等级的 幅度很大了 我们为什么不干呢 我们为什么不干呢 这四位的菩萨 撞烟图 下背往生 我们有份啊 在理论上讲 时暴徒 上上平 也是 预言不通 这个是 向道大师讲的 那么高的 地位 我们确实 不敢想 确实 没有一丝毫的把握 所以 我们要认真 努力 断烦恼 下功夫 烦恼 不能不断了 断烦恼 先从最容易的断起 最容易的是 见烦恼 错误的见解 错误的看法 从这里下说 怎么个断烦呢 我们在加息里头 常常讲 随顺 经典的教会 放弃 自己的成见 自己的 看法 想法 自己要肯定 是错误的 为什么说 我们自己的想法 看法 全是错误的呢 因为你这个心 用心错了 你所用的心 是自私自利的心 精干净 精干净 你这个心里头 有五相 五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这相 五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这相 你的心是轮回心的 轮回心 与无上道 不相 所以说 你的想法 看法 全都错了 但是 一般人怎么样 一般人不肯相信 或者相信着 相信的 程度不够 说起来 他也相信 但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是待人皆无 反而是 依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 没有依经典里面的教会 这样修行 功夫如何得力 你怎么可能有成就 这个成就 就是将 入 佛菩萨境界 为标准 你入不了啊 入不了 是我们欠 修持啊 欠修持 是我们 信节 不足 前面 跟诸位同学 说的很多啊 头一个 我们对善知识 信节不足 亏是大了 今天我跟诸位同学 介绍 善知识 我不介绍人 我介绍是 锦教 谁是善知识 大藏经 大藏经 是善知识 大藏经里头 任何一部 经典 都是善知识 我们要在 这一群善知识里面 去找啊 找一个 设和自己 更新 就是一切经典里面 找一个 设和自己 更新的 这个 经论 来学习 容易成就 你不要找得 很深 很难的 自己学得 非常辛苦的 那个 不容易成就 为什么呢 跟你的 根性 不相应 正如同 我们在学校里读书 一定要选择 设和自己 程度的 班级 我们才念得下去 才念得欢喜 我是小学程度 我不去念小学 偏偏去念中学 那多苦呢 那程度太高了 如果 不依照 这个 次第 略等 可以 学得成功的话 这个人上学 那应该上 波斯班的 念念 学位就拿到了 他前面念硕士 念大学 念中学 念小学 那不叫浪费 耽误那么长的时间 这个人不是 很笨吗 那个笨人呢 他从这个 小学中学 按部就班呢 他成就了 聪明人 聪明人 好 他不要按这个 刺激 小学程度都不够 你让他念 波斯班 他念一百年 他也闭不了 眼 他也拿不到 波斯 这个道理 我们一般人 不难懂啊 佛法修学 也佛如实啊 不同的宗派 就像学校 不同的院系 一样啊 从理上讲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这一点都不错 但是从事上讲呢 事上是这样 从众生 根性上讲呢 那千差万别啊 所以 佛教众生 就无量法门啊 为什么不一个法门 要搞无量吗 众生 根性不一样 程度不争气 所以 要开许许多多的科学 要设许许多多的等级 我们自己要会选择 会选择 选择 对了自己的根性了 学起来容易 学起来方便 发习充满 天天有进步 如果学得 不适合自己的根性 不适合自己的程度 学得非常辛苦 艰难 艰难 没有法子进步 那么这样时间久了 拿不到成绩 退心了 放弃了 放弃了 改学别的去了 这样的人 自古以来 大有人在啊 我们要懂 我们要懂 那这么多的法门 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办法 把大藏经 从头到尾 看一遍 没这个能力 没这个能力 这怎么办呢 所以古大德就教导 教导我们 请老师 卸助我们啊 你遇到一个好老师 你请教他 请他帮助你 选择 老师不是佛 不是复杂 也是反复 只不过呢 他年岁大一点 他在佛法里 用的时间长 精英 学识 比我们丰富 往往 这样的老师 会 看我们的根性 介绍几种 让我们来尝试 他不是 一下就给你 决定了 不会是这样的 跟你选几样啊 你就试试看 哪一个 对你的口味了 或你的程度了 你学得深欢喜心了 这个对你的根性 然后劝你 一闷深入 常识寻修啊 一闷深入 一定要入 入境界 不但入境界 要深入 所以我早年 在台中求学的时候 我们同学 二十多个人 我常常 劝勉大家 学一步 为什么呢 以我们 现代人的能力 不如故人 通宗 通教 跟诸位说 不可能的事情 我一生 我一生当中 我用身体 我专门 学一步 经 我有个想法 这也是妄想 但这妄想 有道理 我深年 用在一步 经上 另外一个人 他也十年 他十年 学十步 平均一年 学一步 我十年 学一步 你们想一想 那个效果 怎么样 十年功夫 用在一步 他可以说 他是这一步 经的专家了 是这一步 经的权威了 那个十年 学十步 十步不错 学的也不错 一步都不专 一步都没有办法 精通 这个道理 我们懂啊 唯有专精 自己才有受用 那就是 神儒 你才能儒 你才能儒的神 民国处女 江卫农 老居士 一生 他就学一步 经 经感经 他用了多少年的时间 四十年 周知安居士 也是一门神书 专门搞心经 两百六十个字 也用了四十年的功夫 今天我们要想研究金刚经 要想研究心经 你一定 你一定度他们的著作 他的著作 权威的著作 下的功夫生 江卫农 没有人能超过他 往后有没有人能超过他呢 那很难讲 谁肯下这么大的功夫 中等更新 以上的人 江老跟周知安 老居士 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模范 那么今天 我让你们同学在此地 也是学一步进 常年讲这一部经 你也许会觉得 那我们这一节 讲座七十天 我学一部阿弥陀经 我十天就讲完了 后头还有六十天 怎么办呢 从头再讲 我这个七十天 我这一部经 从头到尾 讲七遍 那听众听了不是厌烦了 对 听众要听厌烦了 你就失败了 你没有能力讲 对不起 要叫听众听得欢喜 那怎么样呢 并并不一样啊 你不能够写一部讲稿 你不能够写一部讲稿 七遍都用这个讲稿 你不识学生 那怎么办呢 七遍呢 是七遍的讲稿 第一边我讲稿写成了 我到第二遍 我绝对不用第一遍的讲稿 我重新写 每讲一遍都重新写 你才会有进步啊 你要用一部讲稿的时候 你讲一辈子 那个你是毫无进步 你准备把听众讲了 打瞌睡 把听众讲泡掉了 变变不一样 你听得欢喜啊 听到这边 再听第二遍 有进步 这个搞法 所以学的人很辛苦 学的人全部精神 灌注在你这个尖叫上 你才能学得成功 如果自己想偷懒 不愿意把全部精神投入 你就没有办法学经教 学经教是修行啊 跟诸位说 普贤神愿啊 文书是波罗密啊 就在学教里头 通通完成了 落实了 所以 无论从事哪一种工作 都没有离开啊 普贤行愿 文书是度 没离开啊 厨房的烧饭的 他没离开 他也是修成 你研究经教 上台研究讲经 也是修成 然后你才真正明了 我们上台讲经 跟厨房里面烧火烧柴 辟财 功夫是想等的 跟这些义工 清洁环境的 功夫也是想等的 他在扫地 他在擦着椅 擦门窗 也是落实 文书是波罗密 落实 普贤十大愿望 点点滴滴 没有一个 不是在那里修 圆圆满满的 神度是波罗密 这个叫道场 这叫清津插土 这个叫无边春药行 你以为大臣教怎么个修法了 你要不能随顺 今天里面的教会 盲修下令 这以为是 错了 错的太立谱了 你不能成就啊 今天在此地 无论是出家 在家 我们所修的 平等法 无论你是担任 执思 或者是 你是发行 学金教 执思跟学金教 平等法 你学金教 你是学的 朴仙心 文术仙 担任常住 任何工作的 也是在这里修朴仙心 也是在这里修文术仙 无二无别 红户一体 绝对不是说 上台讲经受法 这个才叫做 红法理财 那你搞错了 上台讲经受法 好像一个时钟一样 那那个上台讲经的 是时钟的哪一部分呢 纸针 纸针怎么会动呢 后面许许多多的齿轮啊 那个齿轮就是 就是护法了 少一个 你的纸针就不会动 你才知道 红户的关系 多么密切 我过去常常说 护法的功德超过红法 我说了不少年呢 是我自己想象的 以后 列盘经里头 佛 也这个说法 我很安慰啊 我不是多列盘经的时候 以后才说的 以前啊 那多这个经文说 证明我这个说法 看法没错 佛果然是这个想法 肯定 护法的功德超过红法 护法是真正的佛菩萨了 学经教 讲经说法 学生啊 就像这个学校里面一样啊 哪些是护持的 校长护法 教务 总务 训导 所有这个学校里面的职工 护法了 什么人护法呢 教员 学生 他们在课堂上课啊 教学一体 教学相长 你们要牢牢地 记住 要细心去思维 去观察 我跟你们讲的 这个原则 一步进 不断重复地想 你心是定的 你每一次准备 都依照规矩 这个规矩 那一点讲座 给你提供了一些原则 适用讲言书 给你提供一些方法 足识大德的诸书 提供一些参考资料 你要了解 现实社会的状况 如何把这个经典的义区 落实到先前社会 你讲这个经 活活活活 不是死的 无论是 红阀 或者是后阀 都要开智慧 都要断烦恼 只有断烦恼 才会开智慧 烦恼不断 智慧从哪里生气的 诸位一定要晓得 智慧是我们自信 清净心里头 本来具足的 每一个人的智慧 每一个众生的智慧 跟诸佛如来 是平等的 花言间出现品 出现品 第三十七品 我们是第四品 还在后面 佛讲得很好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但以妄想 执着而不能真 这话真话 我们怎么敢轻视众生 所有一切众生 蚊虫 蚂蚁 都众生了 他又如来智慧 他又如来得相 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妄想分别执着 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 好像比他好一点 设计上 我们也是妄想分别执着 比他轻一点 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轻的会变成重的 很重的会变成轻的 说不定蚊虫蚂蚁 来生的 他得人生 我们来生的 变成他们人 很难讲啊 这个是六道轮回的理论 我们这个妮 有时候轻 有时候重 轻一点呢 就跑到三山道来了 重一点呢 又跑到三卧道去了 很不稳定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 这也是 我们套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善道大师的话 善道大师的话 欲言不同 遇到善语言了 闻到正法了 他觉悟了 觉悟就往上身 遇到卧远了 啊 心心 充满了要贪嗨 什么 就往下坠落了 反复 心心不定 随着外托 境界转啊 真的是 尽住这车 尽没这黑啊 他的置信 不定 地藏本院经上 讲得很清楚 所以同学们 要发信呢 公一步 我过去在李老师 会议下求学 不是李老师定的标准 是我自己跟自己定的标准 在那个时候 我也把我的标准 劝达我的同学 好像做到的人很少 我的标准呢 是学义不尽 学会了 学会之后 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从头到尾 讲诗语 把他讲书 我才学第二步 这是我当年 这个学经的 一个想法 我是这样做法 我会找机会 那讲诗语 当场里去讲 神情里去讲 我是到居士家里去讲 所以平时 要跟大众接善员 人家才会接纳你 哎 你到我家里来讲 一个星期 讲一次 星期一 在张三家里讲 星期二 在李四家里讲 因为我们在台中 一个星期 只上上三堂课 天地老师 所以还有四天 没有课 四天没有课 我们就找机会 来抢进 从老师那里 学到之后 我们就复讲 决定不中断了 这样才能学得成功啊 每一遍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自己很有兴趣 会觉得是 辨辨不相同 辨辨有进步 在美国 洛杉矶 我遇到赵立本居士 恐怕他今年 也将近七十岁了 他比我小一些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四十多岁 他在加州大学教授 也是遇到一些挫折 把工作辞掉了 跟几个朋友 开了一个餐馆 开个四餐馆子 好像是三个人 三个老板 所以他每天呢 每个星期 到这个馆子里面照顾 是两天 他有时间 听我的金刚经 六祖三经 他就听这两部剧 是我早年讲的 早年讲的 金刚经好像是 一个月讲也慢的 那个时候 大概是一次 一个半小时 总共大概是 四十五个小时 六祖谈金 这个分量 大概也差不多 他专听这两部 他听了二十六遍 来告诉我 问我 他专学这两部 行不行 他念佛 求生进度 我说可以 江卫农句子 就是这样的 教宗 薄弱 行在 弥陀 他成功了 无量寿经上 讲的好 你学学 修行大臣 以这个回向 求生进度 三倍 往生 最后一段 过去 慈州大司 盼 最后这一段 叫一行三倍 就是 不是修 净土 无尽一论 修其他大乘法的 回向求生进度 一定得胜 净土法门 广大 无边的 并不是说 一定修 净土宗 才能往生 不管修 哪个宗派 只要修到 你心地清净 心进 则复土进 往生 西方极乐 世界标准 在此地 心要清净 所以很好 他 听了二十六遍 我告诉他 不够啊 他说 那天多少遍呢 至少你听一百遍 他真的照做 一百遍 听下来之后啊 他能讲了 为什么 听熟了 熟能生巧啊 变速听多了 变成自己的了 听说他现在在美国 到处讲经干经 讲这个六四三经 很受大众欢迎 听多了之后啊 自己有悟处啊 一生呢 专攻一步金呢 他得定啊 他能够得三位啊 涉猎东西太多了 他心里砸乱了 所以他不能解救 他学得很辛苦 这个方法 古人传下来的 现在人不相信 现在人说老实话 好高 勿远地躲 什么都想去 学得太咋 学得太乱 你自己 冷静想想 你的心是定的 还是烂的 从早到晚 妄念纷飞 你怎么能成就 舍经教的人 心清静 心是定的 时时刻刻 他心里想什么 他心里想着经文 所以他有无处 那我们现在 学经教的 可以说是 大多数的人 心里头没有经 没有教 心里是什么东西呢 还是是非人物 还是 无欲六成 明文立扬 贪嗔直办 那还是这个东西 这怎么能成就 他怎么会有进步 修行人 特别是 修经教 修经教将来 你要代福 讲经受罚了 你不能把整个精神 完全管住 你没有办法深入 你所搞的 都是文字皮毛 我常讲 一分一毫 你都没有欺辱 经教 任何一步 经教 字字句句 无量意 不仅是华言 因为他是无量意 所以你讲无量遍 都不重复 听起来都有味道 我往年在台中 听李炳南老 就是讲阿弥陀经 他讲六遍 我听六遍 并并不一样 一看他讲经的笔记 他没有讲稿 他编表姐 每一次讲的 不一样 他不用前面的 那个原的讲稿 一步经讲几遍 他这步经就有几种 这个讲稿 所以 虽重复 还是把听众 抓住 如果用一个讲稿来讲 听众抓不住 听了一遍 听第二遍 跟前面讲的一样 那有什么好听 那我们今天 这个道场 提供你 将来我们建十个教室 那么你天天讲经 你要找你听众 这听众里最重要的 同学 同学是内行 他要批评 他要指教 那我们学经的人 同学就是我们的善友 就是自己的善知识 他的批评 他的批评 他的指教 我们要接受 要参考 改进 这才有进步 一般听众 一般听众 很难 他不内行 要内行人来听 我们才会有进步 同学非常重要 互相提协 这个说了这么多话 这个寄送文还没讲到 现在时间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感谢观看